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我们耀赛证券研究部的经理 就是陈伟聪 Jason Jason 你好 阿MEN 你好 事不宜迟 两位李太经认收到电邮来 想问你股份 有两只股份想问 2386-956两只股份 先说中石化链化2386 家宁观众在11.5元的时候 经认买了 既然有货 家宁观众想混货 想问什么价位才能买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 就是一个现价 见到现价 2386是在做10.56元 暂时来说跌至5% 什么价位买我 这股份今天来说 都真的跌得相当之厉害 但是你问 是不是有些很大的理淡消息 或者一些很差的因素 是出现了 令到它这样跌 暂时你看新闻 或者消息上就找不到 所以如果你说 今天是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理由 而它这样跌下来 你说在薄去反弹 或者在低位度再交货 我觉得都是不妨可以试一试的 始终你说这只股份 在那个基本面方面 之前都见到很多大行都出报告 都说预期去到今年订单 都已经是超标的 整体来说我也是觉得 如果你说本身都背靠着 去母公司中石化 来做这一类的业务 整体来说增长的空间 都仍是大 而且起码都叫稳定 所以如果你说 要买都不妨是可以再等它回回多一些 去回到大概10个4个 所以如果你说要买 都不妨是可以再等它回回多一些 去回到10个4个 所以如果你说要买 都不妨是可以再等它回回多一些 去回到大概10个2这些位置 或者10元B这些位置 才考虑去买 你说在那些位买 我觉得风险就相对来说会小一点 另外李太 想问一下956 就是新天六式能源 我见到现价来说 最近3.25% 暂时来说都跌超过2% 升了一阵 我来说有少少回 家庭观众问 调整到什么的 几多到什么价位好 才开去入波 这只问你是对的 是推介过的股份 调整到什么 这只股份其实从去年的年初开始 都叫大家留意 而且在这本身股的时候 都曾经推介过三次 那你见到你说那个股价 也是由去年年初 讲的是1.5% 1.6%这些位置 就已经升到上3元楼上 当然因为本身这间公司 做的都是一些叫做 潔淨能源 还有天然系的业务 特别就说去本身就是那个营业的地点 大部分都是在河北省那边那些城市那里 那你看回现在内地那个空气污染 头那十大最污染的城市 当中都有整六个 就是集中在河北省那边 那意味着如果你说 未来中央都真的将那个考核 是要由那个环保方面去到着手 那我相信未来的河北省政府 或者市政府那边 都应该会再进一步推出 更加多一些利好政策 来到支持这些潔淨能源的发展 那所以如果你说就是单看那个基本面 或者行业本身的方向 那我觉得买这只股份 其实都还是有个相当之高的直博率的 那但是如果你说看回股价方面 十二月开始就由大概两个七开始 就这些位升上来 那特别在一月初那一阵 都见到有两只的大洋竹 就令到股价就破了之前的一个阻力区 即是突破了三元这些阻力位 那如果你说今次去的股价 做一些短期调整 下回去大概你说三个一了 其实都是一个叫多吸引的价 就可以买回的了 看到去今年年中 我自己觉得股价 是有机会进一步挑战回上面 大概是三个六 至三个八这些新高 好啊 谢谢Jason 解答给家庭观众电邮方面的查询 那接着我们来时间 转听听电话方面的问题 对了 在前面接班车有黄小姐 你好 是 我想问你 1101 126入 还有390 昨天368入 不如先说说中国融成重空 1101本身自己这种有没有货 有 什么价位买了 126 好一个2厚6 暂时来说有点力量在手 暂时来说价格过四 暂时来说没有升跌 家庭观众有利润在手 现在可以怎样做部署 这只股份你说它在上年 就真的蚁到是相当之交关的 都不断是有个很明显的下跌 最低都下跌 你说好像七毫多这些位都见过 但是你说它在近几两个月 又似乎就做回一个好转 亦都是见到集团之前都有一些公布 就说它都叫做接回一些造船的订单 当中包括就说六手 一些大型矿沙船那些建造的订单 预计未来 当那个航运业逐步是复苏 我相信一些运输公司 一些航运的集团 都应该会有着量去到 再加一些新船的订单 所以你说这一类造船股 我觉得最坏的时间就应该是过去了 再加上你说中央的政策 之前都说关于船坡制造业 都有些的整顿和一些支持的措施出台 所以变相就令到近期这一类的股份 都是有一个上升的 当然如果你说比较到另外的 就是叫做同业的股份广泉来计 它那个股价就似乎的升势 就不算太过厉害 所以如果你说纯粹一个的追落后 暂时这些位置我觉得 都还是有个直博率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说在下面 就是买了的时候暂时就先拿着 初步如果你说看上面第一个阻力位 就大概是一个半阻力的 但如果你说这一阵的升浪 能够可以成功穿到一个半这些位置 你说去到今年 可能第二季阻力的时间 再看上面你说过七阻力 我觉得这个机会都是大的 好啊 那就是黄小姐 H是不是另外还有股份想问 是的 那是3.90 还有368 3.68 3.68卖了 是 好啊 见到现价来说 还有3.62 暂时来说 暂时来说少少价 本身见到股份来说 今天跌了两仙 其实见到去年年尾开始 已经股价表现一般的了 其实怎么看这个板块呢 最新的消息都说到 今年就是国家铁路 安排方面的固定投资 投资额 都有一个下降的情况 对这个板块是否看淡一点 是的 基建股就始终在去年的第三季来说 就爆了上来 因为当时中央方面要补经济增长 都突然之间 把很多铁路的订单就增加了 把很多项目方面的建造的步伐 都提高了 但是你说踏入到第四季之后 就见到整体的 叫做银金方面都是比较紧一点 还有就说中央方面 都要控制一些地方债 影响银行等等 就令到这些基建方面 那个融资的难度是增加了 你说去到今年 我相信这个趋势都会持续的 始终你说地方政府 未来要借钱方面困难了的时候 要去发展这些项目 那个困难程度都会提高 所以变上你说 今年整体的铁路投资额 会比上年着量下降一些 其实都是不出奇 再加上你说中铁之前 都有另外一个负面消息 就说他那个总裁方面 都有传说因为压力过大 而跳楼自杀 所以变上就令到股价 其实在一月初那段都跌了下来 你说昨天在3.6多 3.7这些位置去到腰底 我觉得那个直博率 都不是说真的太高的 短线里面虽然它跌了那么多 但是你说要找个支持 都可能下面要看回 大概是3.4 就算你说这一阵反弹也好 都要记住 未来它弹到上去大概3.7多 3.8 我相信阻力都会相当之大的 所以如果你说昨天是买货 暂时是可以先保持 但如果你说股价 有机会弹上去3.8多 我都建议你可以先走一走 好 谢谢王小姐查详 转听一下外嘉宁观众 今次接通了有吴小姐 你好 你好 两位支持你好 你好 想问什么股份呢 现在来说有点回味高位 其实现在怎么看这股份 这股份都是吃一些所谓环保的概念 始终你说去做一些 余热发电的 对于一些水泥的公司 一些钢材的公司 其实未来的大趋势 都会慢慢将能源方面的结构转变 由之前很着重煤炭的火力发电 慢慢就会转回去做一些余热发电 令减排量方面都可以降低一点 所以在政策方向或者整个大趋势 这股份是不差的 但你说它在上涉以来 是15个岭这些位置 都升到上去之前23个多 其实有点而就升了 是过了龙的了 所以在最近这一个多星期 都做一些调整 你说现在下去大概是20元以下 我觉得都应该是有一个吸引力在 所以如果你说要买 都可以收回到大概19元 至19.5元这些位置 就考虑回来 好 另外还有问题 接触分享一下 这个和安徽海螺有没有关系的 它又叫海螺 是啊有关系的 它就是安徽海螺 本身就是插出来的 安徽海螺就是做水泥方面的产品 它收入来源都是以销售水泥那类的产品为主 但是你说这间公司所做的业务 或者生意额 大部分都是来自鱼饵发电 当然这一类型的发电 亦都会供应给安徽海螺水泥那边 所以如果你说整体的水泥行业是有回用的 那用电量是提升的 那对于这个股份来说 都是会有正面的帮助的 好的 对我们的股份想问 我想问3833和1893我都有货 我可不可以交货呢 正一说 3833是吗 3833和1893 3833和1893 我想问交货呢 等它进入 一升回正硬位置 我就全部走掉 好 3833本身你自己的价位有货 2元又有4元都有 好 那看到新疆新女矿季 现价来说价1.1.4 暂时来说先升1 这次比较少要家庭观众来提及 家庭观众有货 应该怎样看这只股份 这只股份来说 整体股价表现都相当不頑 那你见到在上年出的 中期业绩方面 都是不理想 都有一个相当大的倒退 那都因为本身就是说 上年那些金属的价格方面 都是跌得比较多 那所以你问我 这只股份要交货呢 我就不是说真的太过看好的 那当然啦 如果你说之前那两层是高位买 你就想着可能是低位 交回跌 那接下来说 就是弹回一点点就走 那但是不要忘记 你这次交货 那股价价价价是有机会跌的 那既然你说 它本身的业绩方面 又不是说那么英雅 再加上你现在见到 市场那些资金炒作的焦点 亦都说 不会说 选择这一类的资源股来炒的 那变相你说 那股价的反弹幅度 或者来着回升力度 是否或者是那么强呢 那我个人来说 就有少少保留了 那所以你问我 我就不是说 那么建议去交货 好 另外一只中财股份 1893 我们见到嘉宁观众 都竟然有科 吴小姐 你本身这只货 是什么价格 入价? 6.5 但幸好不是太多 6.5 好 我们见到中财股份 现价来说 1.54 暂时来说 跌1 跌离嘉宁观众 都有相当的距离 其实应该怎么做部署呢? 是的 这只股份来说 它都算是有些水泥的业务 但是如果你说 计算它的规模来计 其实它又跟安徽海老 和建材的边 都仍是差得远的 再加上你说 这一类的板块 去到今年 都仍然是会受制于一些 所谓的环保政策 令到它们的 营运成本是提高 又或者来着去开征一些 环保税 或者一些碳排放的税行 对于它们一些 额外的开支 都是会提升的 那变相 如果你问我 我就都觉得 这一类的股份 也都不是说 叫做 好 值得去到 就是构货的股份来的 那既然你说 之前你拿了浸六个多 那暂时我觉得 是hold住先 这些价位 你说再构货 我觉得是有风险的 始终在最近 这个几月 股价一直都是 走着一个 down trend 下降轨 那如果你说 就是条十天线 未来都不能够升穿的话 那在下一个 要试的 就是叫做支持 就可能要落到 大概1.3.5 至到过4 左右 那如果你说真的要追 那不妨 让股价去到那些位 才考虑去再买 好 谢谢Jason 详细的分析 这段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Jason做新报 看及各界股份 自己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 谢谢Jason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将会是每只股股的环节 有我们的各界分析员 Hara 阮子熙 和大家做2014 大小前瞻这个环节 想听的话不要走开了 我们稍后见 OK